北冥有声 寻找抽屉 没人能给诚哥答案 他只能自己去尝试 电视柜位置比较低 诚哥费了好大劲 才将上面的木板取向 拉开抽屉 里面一盘盘装在 黑盒子里的录像带 掉落出来 录像带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东西了 他从中找出了一盘 看起来比较新的 将其塞入电视下面的录像机 插上电源 按下开关 在电视机启动的一瞬间 好像有一道影子 从屏幕上闪过 是录像里有影子闪过 还是刚才 有东西从我面前跑过去了 诚哥一直保持着警惕 他很清楚 丢了一只手的赌徒 最后就逃进了 三菱四房间当中 他现在可能就藏在这屋子的某一个地方 录像带是很多年前的东西 画质很差 电视机似乎也有毛病 屏幕布时会闪过白条和雪花 这么多年前的东西 能用已经是个奇迹了 诚哥并没有在意那些细节 蹲在电视机前观看起来 录像带记录的就是这个屋子里的场景 画面是完全静止的 录制视频的人应该是将摄像机固定在了某个地方 他到底在拍什么 过了一分钟 电视画面仍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诚哥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他找到遥控尝试着快进 电视的前半部分都很正常 但后半部分就有些奇怪了 录像带的后半部分是在晚上拍摄的 画面上的场景就和诚哥此时差不多 屋内开着灯 摄像机摆在了电视上 镜头对准客厅 正好能将客厅和旁边几个屋子的房间 全给拍进去 一抽屉都是录像带 说明使用录像机拍摄的人 是长时间对自己的房屋进行拍摄 诚哥隐约明白了屋主人的用意 他应该是经历了灵异事件 为了证明确定心中的想法 所以才用摄像机把一切都给拍下来 要不说 好奇害死猫 发现这屋子不对劲 不赶紧搬走 还留下来作死 诚哥说完 把复读机抱在怀里 这才继续观看起录像 画质很差 当乘客快进到录像 快结束时 一成不变的画面 突然出现变化 录像中原本正常的灯光 开始变得和现实当中一样 忽明忽暗 而且每当灯光变暗的时候 录像里闭合的卧室门就会打开一点 摄像机放在电视上拍摄 从这个角度拍摄到的画面 正好就是诚哥转身看到的画面 灯光忽明忽暗 蹲在电视机前 诚哥慢慢地出现了一种错觉 他好像不是在看录像 而是在看自己身后的客厅一样 客厅的灯还在闪动 而现实当中灯光闪动的频率 好像渐渐和录像当中灯光闪动的频率重叠 电视屏幕里灯光变暗的时候 客厅里的灯光也随之变暗 要不了多久 它没有同时变亮 录像在影响现实 不对 是由鬼怪作祟 诚哥没有回头 他双眼紧紧盯着录像中 那个慢慢打开的卧室门 每一次灯光变暗的时候 卧室门都会向外面打开几厘米 等灯光第七次闪动的时候 诚哥看到一缕黑发从卧室门后露出 头发很长 应该是一个女人 她该不会 就是第二任房主吧 诚哥仍旧没有回头 她只是抓紧了手里的碎炉锤 在屋内灯光第八次变暗的时候 那缕头发被风吹动 有小半张脸 开始向外伸 诚哥盯着录像中的脸 心里没数 每次灯光变暗的时候 好像是固定的 录像中趴在卧室门口的脸 向外倾斜 就快露出来的时候 录像和现实当中的灯光 忽然同时熄灭 许 诚哥几乎在一秒之内做出反应 双手握锤抡圆了 朝身后砸去 碎炉锤砸在沙发上 诚哥双眼扫尸周围 屋内一片漆黑 隐约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大概过了几秒钟 灯又亮了 现实的客厅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是卧室的房门却打开了 就和录像里播放的一模一样 诚哥回头看了一下电视 屏幕上全是黑白雪花 录像到此就结束了 踹开沙发 诚哥看着缓缓转动的磁带 等到雪音的声音响起时 他才慢慢朝卧室走去 木门半开着 地上还吊着几个女人的头发 诚哥将其捡起 用手揉搓 你们这样消磨我的耐心 小心有一把火 将你们全给烧了 迈步向前 卧室看起来一片狼藉 地上扔着各种杂物 衣柜上横着钉了几排木板 旁边的床头柜也被封死 凡是能打开的家具 全部被木板封上了 这些家具里 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这些录像 又是第几任房客留下的 拍下这些录像的房客 是不是通过录像 找到了闹鬼的原因 所以才把抽屉 衣柜都给封上 看着满屋子被木板封死的家具 诚哥产生了一个诡异的想法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这位房客 应该是看到了 鬼怪是从抽屉里 或者从某件家具里爬出来 为避免这种情况再出现 所以他才把屋子里 所有能打开的家具 全部都给封死了 诚哥停在卧室中央 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算上刚才那个女鬼 我一共遇到三个鬼 他们三个 都能自由出入这房间 说明用木板封住家具 这招并没有奏效 也就是说 屋主人 很可能漏封了一个抽屉 这个没有被封的抽屉 很可能 就是我要找的 他把小小从口袋里取出 放在卧室门口预警 自己挥动碎炉锤 将抽屉和衣柜打开 所有抽屉和衣柜 都被封死了 我要找的抽屉 在另一间卧室里 地上的小小身体向外 似乎是准备爬出去 诚哥将它捡起的时候 发现他的手 好像指着门外 一开始他也没在意 经过客厅房门时 他无意地往房门外面 扫了一眼 304和305的房门都没关 在两个屋子的灯光中间 不知什么时候 站着一个勾搂着背的老太太 他不言不语 面朝304房间 脸上的皱纹好像豆皮一般 看着有些吓人 身体僵在房门口 诚哥下意识把碎炉锤 往身后放了放 阿婆 您是这里的租户吗 诚哥的声音依旧平静 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老太太没有回答诚哥 他的眼睛甚至都不在诚哥身上 而是看着那些被诚哥暴力撬开的抽屉 大晚上的 一个老太太不声不响地 站在门外面 这绝对不正常 其实如果换是一个年轻人在外面 诚哥不管他是人是鬼 早就一锤抡过去了 天这么黑 您老要没有什么事 就赶紧回家去吧 那些抽屉是你打开的 老太太声音嘶哑 听起来好像粗糙的树皮在磨擦 是的 我准备买下这两间房子 现在正在整理这些家具 你赶紧走吧 找个伴先帮你看看 说不定你现在已经被他给缠上了 老太太话说一半 就朝楼下走去 他脚步很慢 走路颤颤巍巍的 诚哥立马对他叫道 被他缠上 您倒是说清楚再走啊 诚哥追到了楼梯上 见那老人指了是三菱四房间 那房间之前住着一位英语老师 长得很好看 说话声音也甜 后来好像是情杀吧 被人分开装进了抽屉里 过了很久才被发现的 他怨气大得很啊 所有进入这房间的人 都会被他缠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